最近香港的疫情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第三针疫苗对于重症和病死率 有着非常高的保护作用 所以今天在所有的护理院老年人 你现在第三针的民意接种如果不加强 其实最终我们的口罩也是在不下的 我不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以为人活在世上就是戴口罩的 我们一定是最终是不戴口罩的 但是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艰难 时间可能也比较延长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我们最终战胜疫情是不付出我们的努力的 一定是非常努力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国在这一块 一定会最终找到一个 我们自己非常适合的一个道路 就是生命资产 人民资产这一块道路 始终执行 但是最终我们可以走出疫情